打粥看电影 关注好片片 故事发生在土地革命时期 但东北某边远山区 地主赵百万家的守灵人 旺仔父子 养了一只聪明 忠实的猎犬 赛虎 赛虎与旺仔父子相依为命 是父子俩看家狩猎的帮手 生活中最好的伙伴 一天清晨 旺仔带赛虎随爹爹 去赵家交送猎物 顺便看旺仔赵家 当丫头的孤儿小秦 不巧地主家的少爷赵玉堂 发现了聪明懂事的赛虎 便要买下赛虎 但是遭到旺仔的拒绝 几天后 旺仔又带着赛虎去给小秦 送小松鼠 适逢赵虎大半寿宴 没法见到小秦 于是便令赛虎 叼着松鼠笼子钻洞进去 不料 正巧被赵玉堂发现 他与管家设计 将赛虎捉到 锁在走廊旁的柱子上 旺仔深夜潜入赵家 搭救赛虎 但无法弄开铁链 便与小秦定下一计 第二天小秦将少爷引到河边钓鱼 旺仔故意与赵玉堂死打 小秦趁机取走了钥匙 跑回去打开铁锁 解救了赛虎 赵玉堂寻踪追来 起得火帽三丈 便唆使自家黄狗去咬赛虎 可黄狗反被赛虎咬伤 狼狈而逃 赵玉堂气急败坏地回到家 把小秦打得遍体鳞肠 小秦深夜逃出赵家 晕倒在山崖下 被赛虎与旺仔父子救回 藏在御风山下的窝棚里 管家带着狗腿子 连夜赶到旺仔家 翻箱倒柜 没有搜到小秦 只好信信而去 旺仔爹决定带孩子们 去投奔方志明 他让孩子们带赛虎 在窝棚里暂住几天 自己先到镇上探听风声 不料被狗腿子发现 抓走关进牢房 深夜 旺仔带赛虎潜入赵家 避开家丁 爹 旺仔 爹 孩子 快坐 来 我 来 我来 要是在赵羽唐身上 走 玩玩 快来 怎么拉 走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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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リアワード disappeared 蛇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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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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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出钥匙 救出爹爹 父子连夜逃进森林 在管家和家丁的追捕中 王仔爹不幸中担身亡 王仔 你们往那边走 我帮他们引开 快 站住 杨洋 杨洋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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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仔和小秦也被管家捉住 被牢牢地捆在大树上 赛虎带管家走后咬断绳索 救了小主人 快往回追 管家等众人发现了赛虎的踪迹 再次追来 旺仔和小秦 伤痛难行 眼看就要被抓住 旺仔失业赛虎 将管家引向炫警 我去哪儿去 快去 你们快点 好 跟我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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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家中警 掉进炫警 被竹子刺死了 可是赛虎也被家丁开枪打伤 少爷 快开枪打死他 晚上旺仔与小秦掩埋了老人 放火烧了自家的毛舍 正准备离去 附伤的赛虎突然归来了 好 她俩高兴的把塞虎抱上主阀 划着竹筏奔向了远方 小时候看了这部电影之后 总幻想能养一只像赛虎一样的狗 怎奈当时这个品种的狗实在是不好找 我特别想知道 土地革命的时候 赛虎这条狗是从哪里搞到的 这部影片让很多懵懂少年 了解了旧社会的情况 懂得了和平新中国的美好 土改已经过去了很多年 不开花的地主做了刀下之规 同样很多名士里的就成了开明相声 如今很多小伙伴也买了房子做了房奴 都有了自己的避风港湾 辛辛苦苦攒钱买的房子 七十年之后又将何去何从呢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欢迎点赞收藏给个关注 谢谢我们下期再见